在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可以很轻松的看到 就是这四年的一个变化 从2019到2020 其实他光是这个机械是稍微有所增加 我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我昨天前天一刚开始介绍 一定是在介绍什么 介绍国家地区 那我要把我的想法告诉你 就是说你看在这边 我们一定是先看什么 各年进口金额 各年进口金额我们大概看到 他大概是在平均4亿的位置 然后2021年突然暴增很多 这个时候呢 我们当然就会想要知道说 那就是同期比较 同期比较 然后主要要比较的当然就是2021年 以及2020年 结果发现是每个月都有成长 那理由是什么呢 好 各位 各位 我们应该要先来去观看一下 就是说以国家 以国家 国家地区来去看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记不记得 我好像变成就是国家地区 没有把它区分成亚洲 欧洲 然后亚洲地区又有什么中国大陆 香港等等这些国家 所以所以导致其实我们在计算的时候 会产生那个二次计算 等于说是等于说是那个 我必须要把那个亚洲这些 先再区分出来才是正确的 好 不过不管怎么样 这张图 这张图应该是要变更 你看在这个地方 我们应该先就那个国家地区来去观看的话 所以这个 这叫段带图 它的轴当然就是十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它的值 就是进口的值 进口的值 进口的值 在这里 进口金额 然后 它的图力 它的图力 就是我 看要区分的 举例来说 我先把这个图力拿掉 我不是要去看产品 我是要去看国家地区 所以在国家地区这边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亚洲 亚洲 它是最多的 可是在计算上 亚洲里面 你这边又可以看到中国大陆 代表它 亚洲算了一次 中国大陆又再算了一次 好 所以这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要再去做数据清理 那数据清理 我不打算再请各位清理了 所以 所以 我打算就直接给各位 那个 全部都包含 所有接下来的函数的内容 好 那接下来 二 三